我們現在看到這裡有一個紅色的血流訊號 它正在侵蝕底下的骨頭 這個我們醫學叫血流食骨真相 那這真相代表這個關節犯得非常厲害 而且這個真相是類風刺性關節所特有 預測率有93% 那這個血流食骨真相如果持續存在沒有治療 將來它之後會造成這邊骨頭會開洞 就如同右邊這個地方已經開洞的位置一樣 骨頭已經產生一個凹洞叫骨頭侵蝕 那累積如果很多的骨頭侵蝕 將來這個關節就會變形 變形之後可能就會造成關節的失能殘肺 如果你有手部的一個關節疼痛 層肩僵硬或是說手部以外其他關節 例如下肢的膝蓋腳踝關節 如果持續六週以上 疼痛不舒服無法緩解 我們會建議用40關節超音波檢查方式 針對手腳一共40處關節部位 進行超音波篩檢 通常關節如果發炎越多的話 數量越多的話 事實上是它疾病活動度應該是越高的 越需要積極來調整治療 依據關節超音波檢查結果外 事實上我們還會根據病人的一個血液檢查結果 風濕因子的有無以及發炎指數的一個是否升高 以及疾病病程長短來做決定 以確定有沒有符合類風濕性關節的一個診斷標準 所有的疾病治療目標都是一樣 希望我們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效果越好 那類風濕性關節如果我們能夠在早期診斷的話 將來恢復的機率會比較高 也比較容易被治療可以用比較少的藥物 然後如果延遲治療 比如說已經發病半年以上才開始治療 根據國外的研究發現它的治療效果開始會變差 需要用比較多的藥物 而且將來關節破壞變形機會會增高 所以能夠在發病前半年的黃金時間 如果盡早治療效果最好